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87回 柳铭正在思量 白骨蝎体表的紫色的毒斑已经扩散到全身 乔一松原本紧夹着翠绿的金石一滚而出 同时从体内冒出了滚滚的氯气 将它的身躯全都包裹个风雨不透 柳铭犹豫了一下上前几步 将那枚翠绿金石剪了起来 放在眼前仔细的查看了一下 如此近距离之下 他这才发现金石内隐约有一些丝状的东西 乳白色并且隐约的散发出了淡淡的腥味 心念飞快一转 将灵物大全记载的东西全过了一遍 赫然并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 看来这件战利品只能等出去之后 再让人辨认了 柳铭思量着目光朝洞窟四周扫了几眼 就向附近一面石壁走了过去 趁着骨鞋没有办法行动的时候 他呀还是先将洞窟中的木金石和其他矿石处理一下再说吧 一颗颗木金石被他从石壁上用青色的短剑小心的翘出 足有五六十颗 大多都是手指般大小的金石 最大的一块也不过有两颗拳套般大小 但是其中意外的发现了两颗中阶灵石 两颗呀都有鸡蛋般大小 而这般大的体积中间的木金石 即使在外界应该也不多见 两颗一起应该也能够卖出七八十零石吧 不过其他半生矿石却让柳铭有些失望了 大多都是一些价值不高的杂矿啊 他只是从中的挑选了几块价值最高的 其他的甚至都懒得再去清理出来 等他将金石等东西用须弥帕重新收好 咳了一眼白骨蟹 发现他呀仍然没有醒来的迹象 当即摇了头就在洞窟当中私下走动 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没有注意到 片刻的功夫过后 柳铭的目光落到了那条巨大蜀 钻出来的缝隙上 心中一动 他当即走了过去 用手掌在缝隙上轻轻一拍 竟从中发出了咚咚的空响声 柳铭双目一亮 袖子一抖青色的短剑出现在了手中 只见持续长的航空飞快一滑 再砰地一拳狠狠击在石壁上 当即一个数尺大小的圆形的孔洞出现在了面前 不过这里面黑漆漆一片呢 刘明倒不敢贸然进去 口中念念有词 手指一弹一朵赤红的火焰弹射而冲 轻飘飘地飞入到了黑洞并悬浮在空中 洞里边红光一片将黑暗驱散 刘明看了个清清楚楚 当即神色一栋 一低头钻入其中 隔壁这个洞窟 不过只有三四丈 可地上白骨雷雷 而且还扑着厚厚的一层枯草 在最阴沉潮湿的角落处 赫然有两颗遍布紫色斑纹的硕大的虫卵 拳头大小散发着昂然的生气 显然说这两颗虫卵呢 都是先前那头巨型蜈蚣所留下来的 柳明见此心中大喜过望 刚才那头巨型蜈蚣如此厉害 他的虫卵多半等级不会低的 无论说是自己孵化培养 还是直接拿到外面出售 那价格都绝对不会低的 他当即从身上取出了一个浴盒 将两枚虫卵小心的放入其中 再用须弥帕小心收好 这才检查了一下地上的骸骨 可惜啊 都是一些低阶妖兽的骨头 在没有什么发现之后 他这才退了出去 剩下的时间 柳明就在洞窟中找了一处干净的地方 盘膝坐下静静等待 他的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最多准备等候骨蝎半天 若是说这头鬼物一直没有办法醒来的话 就先将它收进养魂带 自己呢 先上路寻宝要紧的 大约过去了一个时辰 骨蝎提表氯气开始翻滚 并且颜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快的转变 最终呢 就变成了和那头巨型的蜈蚣 所喷的毒物一般的紫色 看雾气浮现地面 徐徐融化发黑的样子 毒性作人说 比不上先前的那头巨型蜈蚣 似乎也不会差太多了 这头白骨蝎 只是吞噬了巨型蜈蚣的毒素 竟然就将其毒物神通 继承了大半 雾气中 一声怪叫 子物滚滚一卷不见 白骨蝎重新显现而出了 这个时候的鬼物啊 除了体表再次凝聚出了一些深紫色的斑点之外 其他赫然的都和原先是一般无二 柳鸣双目以秘 心神骤然沟通此鬼物 下一刻 鬼蝎一摇头 一张口 冲附近石壁喷出了一团紫雾气 砰底绳雾气一卷散开 被其罩住的石壁 经过之间的就一层一层的腐蚀融化 柳鸣见此情形 心中大为满意 当即不再迟疑站起身来 一排腰间养魂带 一股黑霞一卷而出 就将这白骨蝎缩小收进了其中 随后他单手一掐掘 在足下召唤出了一朵灰云 从他挖掘的通道处徐徐往上飞出 不过等他刚一飞出通道 忽然感觉着眼前血光一闪 一口血色常日闪电一般的就卷进了近前 就要将他的头颅从脖颈上一跌而落 不过当他飞出去的时候 看似是一点防范没有 但以其在胸道上如此多年来养成的谨慎的习惯 缩在袖中的手掌仍然近似本能的 一直握着那口轻跃见灵气 如今一见此景 想都不想手臂一个模糊就短见挡在了身前 通闭声过后 柳明只觉双臂一热 身躯就在一股无法抵挡的距离撞击之下 斜着倒飞出通道 并将后面树洞硬生生的撞穿而出了 他还未能从惊恐之下稳住身形 耳中又骤人传来了熟悉至极的嗤嗤之声 接着面前轻光一闪 七八道金色的锋刃就发出了坚明 及时而至要将其瞬间斩成竖截 换成普通的弟子 在受到第一击如此猛烈冲击后 体内的法力激荡之下 根本不会有任何防御 可柳明的脸色一变神念一动 一条手臂上当即轻光大发 密密麻麻的绿丝 从体内狂暴而出 交织一起化为一层淡绿色的虚影 同时身躯在柔弱无骨的猛然尽似对折 一个弯曲 大半封刃被柳明的不可思议的动作 硬生生的躲了过去 他仍然有三道封刃一展而重 但是发出了一连串的闷响 顿时溃散 柳明身躯再一直恢复正常过后 就轻飘飘的落在了树杖外的地面上了 直见他身躯胸膛上 赫然多出了几道细长的伤口 并有鲜血流出 好在并不太深 与此同时呢 他身上的一层淡绿色的虚影 也终于狂闪几下 化为了食物 赫然是一件无数藤条 胶织组成的甲衣 虽然简单至极 但也足以护住上半身 正是柳明在关键时候 激发了种植在手臂上的一粒灵藤种子 瞬间化为一件甲衣 就护住了全身呢 要不是对方偷袭太过突然 让甲衣微能没有来得及彻底发挥出来 恐怕这些伤口都不会留下来 但此时的柳明脸色异常难看 其中小半是因为施展血腾术 带来的抽搐般的剧痛 另一半则自然是因为不远处 两名连手偷袭他的一男一女 男的一身血袍 单手横刀满脸杀气 二十七八岁 女的则一身风火门服饰 身去丰满妖柔 生有一对桃花眼 手中吃着一柄轻蒙蒙的短齿 这两个人脸上全是惊讶之色 贤人说呀 刚才那般偷袭竟然还没得手 这也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了 你们找死 六名盯着对面二人 感受着胸前伤口处的丝丝剧痛 圆满正常情况下 他有中性道姑所赐的那件浮甲 即使那几道风刃击破了藤甲虚影 应该也伤不到他 可偏偏刚刚受到攻击的时候 体内的法力正处在震荡当中 而没有法力的伏甲 那只不过是一些看似普通的竹签而已 根本没有防御之力 小子 看你年纪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真以为刚才侥幸夺过了那点攻击 就能够是我们的对手了吗 你要识去一些的话 立刻将身上所有的宝物交出来 我和吴师妹善心一发之下 说不定啊 还能饶过你一条小命 去袍青年您笑一声 看小兄弟年纪 应该才入门三四年吧 如果才修炼这些年头 就算你再是天纵之才 又能有多少争到的经验呢 就像刚才孙师兄所言 你能躲过我二人联手一击 只不过是反应快了一些 还能珍视我们两个人的对手 我看你啊 还是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 薄再好 还能和你的性命相比吗 你们当我是三岁的小孩吗 刘明听到这话 双目一眯 忽然手中短剑一亮 发力往其中一涌 手腕一抖 一道轻蒙蒙的剑气 往足下之处猛然洞窜而去 扑了一声 地面上凭空就多出了一个 全套大小的孔洞 里面一声凄厉的斯明发出过后 一股鲜血从中一喷而出 随之附近泥土崩裂而开 从中骤然就飞出了一条树齿长的黑蛇 神区上有一个血乎乎的伤口 几乎要被一盏两瓣 尾巴一摆 直奔柳明恶狠狠地扑了过来 但是柳明对此似乎早有所准备 在黑蛇现身的同时呢 手中青色的短剑 早一个模糊 虚空斩出两下 这寒光一脚而出过后 这黑蛇就化为了三节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蛇血瞬间染红了福建的泥土 好啊 你敢杀我的小黑 烽火门女弟子见到此景先是一愣 接着惊怒尖叫出声 这头黑蛇看似普通 实际上呢 却是拥有一丝蛟龙血脉的幼年灵蛇 是此女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 才从仿式购买来的 若是能被人精心培养数百年后 就算以后拥有灵狮级别的实力 也不是没有一丝的希望的呀 故人一见被斩杀了 此女心中的肉疼 那是可想而知啊 旁边的血和垫的青年见此情形 也是脸色一沉 显然说 这二人刚才看似在劝说 实际上 却让这条黑蛇暗中潜入附近地面 准备出其不意发动攻击 根本他们就没有打算 放柳明活着离开 但是柳明啊 精神力何种强大 外加白骨鞋本身呢 也擅长遁地之术 让其对地下的异常感应 自然是非常的灵敏 那黑蛇刚一潜入附近树杖之内 就被她发现了 自然毫不客气的 先下手为强了 此刻听到 烽火门女弟子气急败坏的声音 柳明懒得理会 单手一拍腰间仰滚带 当即啊 一股霞光从带口中一卷而出 咕咕声一响过后 白骨鞋数丈长的身躯 就在滚滚瓷器中 显现而出了 在一个白尾过后 秀也一闪没入泥土中 不见了踪迹 啊 是鬼物 无事外 小心一下 先一起动手 将这个小子解决掉再说 没有了主人 这只鬼物 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的威胁了 血河殿青年目睹此景 当即低喝一声 单手一掐掘 血色长袍 滚滚血气 一涌而出 让她的身形一下子 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另一边的风火门女子呢 听到同伴一声低喝 似乎也从痛失灵手中 恢复了清醒 用怨毒至极的目光 恶狠狠的看柳鸣眼之后 口中念念有词 开始挥动手中青色的短耻 当即点点青光一线 此女提表先是浮现出了 一层青色的光幕 随之身躯缓缓的漂浮而起 立地足有七八丈之高啊 嫌说 这是为了预防古街 从地下对其偷袭 接着 此女单手再掐掘过后 身前一道道 青色的锋刃 开始浮现而出 足有七八道之多 锋刃术大成 柳鸣见此情形 目光微微一闪 二话不说 单手飞快一掐掘 也有七八道青色的锋刃 在生前是浮现而出 远处风火门 妖绕女子一见此景 脸色微微一变 这个时候被血物包裹的血和电 弟子却是一声大喝 握着血色长刃 手臂一动 一道血蒙蒙的刀光 一卷而出 并发出了凄厉的肩鸣 直奔柳鸣所在 是一卷而去 风火门女子啊 也同时用手中的短尺 冲柳鸣所在一点 七八道锋刃发出破空之声 是鸡射而至 柳鸣袖子一抖 锋刃也在痴痴之声中 鸡射而出 接着 手中的青色的短尖一抖 也劈出了一道 青色剑气出去 刹那之间啊 十几道青色的锋刃 在虚空中撞到了一起 但是 风火门的女子的锋刃 只是轻光一闪 就全都被对面的锋刃 硬生生的斩成了碎片了 王好锋刃 只是微微一颤 就一闪即适的 到了风火门女子面前 此女子大吃一惊啊 但是 手中青色的短尺 再次一挥过后 其身前当即浮现出了一道 巨风冲天 将结舍而至的风刃 全都一卷其中 一身惊天动地的聚巧 金色电气和血色刀光 气势汹汹地撞击到了一起 青芒血光 焦脚之之下 当即互相吞噬一般的撕裂不停 并最终一声闷响爆裂而开 一圈圈的气浪 向四面八方一紧而开 将附近的泥土硬生生的消去了厚厚的一层啊 面对此景 血和电的青年 反而是丝毫不感到吃惊 只是猛然的 粘足一踩地面过后 整个人就在血气包裹当中迎着气浪 飞扑而出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摩天祭第八十八回